所以我常常說 待在攝影棚過關舒適圈的 他不會成長的 從現在開始 每個人都去輪流出外景 難怪 妳現在把我的話放在心裡 妳看過三年之後 每個禮拜三跟瓜哥去出外景 你下一集就要他 又要小手工 可以 小手工 可是外景 不是會有很多的突發狀況 有沒有遇過什麼特別的 超多的 印象深刻的 像有時候會有民眾 對著我 就我們主持人要疑點 就走過去 就有民眾來噴水 你以為他是噴水嗎 沒有 他是噴辣椒水 他不知道怎樣 他就是不滿 不爽 對 有噴到那個精神異樣的 嫌太吵 那要怎麼樣去解決 這種突發狀況 怎麼解決 當地 我們在的地方 都是地方勢力很大 誰敢怎樣 每個人要邀請我們辦的 都地方勢力 誰敢弄 我們也有被地方勢力 也不會 他不敢怎麼樣 他有一次是因為我們錄影 講好一個店家說 他要煮好餐 我們要過去採訪 可是我們這邊已經訪問很久 後來夠了就跟人家取笑 可是取笑對方 我們去到那邊 他就把我們關在裡面 說你們叫我一大早 弄這些東西都沒有拍 後來我跟大姐講說 因為我們前面拍得太狗 我們也想拍 我們現在可以補一些鏡頭畫面 後來大姐也是跟我們合照 氣氛是很肅殺之氣 因為旁邊來都吃冰冷而已 站在你們後面這樣 因為剛開始滿可怕 手斷掉的 他們我們一進去 他們鐵門全部拉起來 就是窗戶全部關起來 感覺要把這些人關在裡面 一連都不要把他放 把門給他塑起來 他們比較像是旁邊那些小弟 去幫老闆出氣 結果後來老闆出來 瓜哥也是跟他好言相向 然後就聊一聊 拍個照大家當朋友就沒事 其實我們到處走一定會 你只要出外景的風險就會有 比如坐車就有坐車風險 你會不會坐到一半地震 會 會嗎 日經很長 對不對 就像我們在高山上下來 已經是黃昏了 車開那懸崖旁邊 你這超越一看 怎麼都是懸崖 睡醒想說 發生什麼事 你們還在做夢 到東北角了是不是 而且都是雲霧那一種 這些都是風險 這些都是風險站 你們今天問到 現在還沒問到我們來的主題吧 你們來的主題應該就是 你現在創造了一個新的YouTube 下面一位 也不是創造 跟著大家一起做一個節目 其實講到YT 很多年前就想說 因為我常常聽人家講 YT是很好做的 你上個廁所馬桶 你一拍就有流量 又吃個麵拖就有流量 好難做的 我聽到人家都是這樣講 我說什麼東西 你把我們做電視的價值放哪裡 每個人都說很簡單 不用花什麼錢 什麼東西 那個是柯正東才有 對 那你做到現在 你覺得有成就感嗎 也不是成就感 就是當作跟大家聊天 很多人跟我們聊心事 做YT 我只是想覺得 我做電視做四十幾年 做YT 看看年輕人到底要做什麼 你也看到直播間 有很多人手在幫你服務 對不對 你還知道直播怎麼做 並不他想像這樣 你如何固定 而不是三個月之後再更新 有很多做得很精彩 哇好半年更新一次 有什麼意義的 我就是告訴他 你就按照電視一樣 你每週都更新 每週每週都更新 我來找 那你自己想題材 題材他們想讓人我來邀請 因為我的面子可以邀請到很多 接下來我可以邀請到很多 過去在綜藝節目 大家很少碰到 最近我們有沒有訪問任前期 對 全陣子有看看 我可能會邀請張青芳 羅大優 這些 慢慢都是老朋友了 真的 我的資源多 但是我不是為了賺錢 還是為了花錢 花錢 為了花錢 因為我就想說 瓜哥你下面一位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請我跟謝忻 他說你們兩個太便宜了 因為我是要花錢 要大咖的 沒那個比較夠貴的 不然你給我們多十倍也是可以 哈哈哈哈